也不是有所图 只是日本人想在上海 加工一些军用物资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个徽章我是不会当的 你再好好地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 你马上给我走 不然别怪我骂你 等到大祸临头的时候 你会后悔你今天将我赶了出去 给我滚 滚 阿爸 这次景川是要加工军用物资 所以才着急让您出任会长 您拒绝了他 他恐怕会对您不利 兵来将当 水来土掩 只要汉清和你们都走了 我唐祖光能怕他们 还在为余燕宝的事情担忧 景川这次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 师父在商界素有威望 如果师父他不肯出面 景川想要为日本军方 加工军需用品的计划 就会很难实施 不过你也说阿爸是个有威望的人 景川他一时是不敢把阿爸怎么样的 再说大哥大嫂马上就要去内地了 我们劝阿爸一起离开不就没事了 我看还是催一下大哥 尽快离开才是 不要为了九龙龟耽误了时间 嗯 知道了 我们先别说这些了 赶紧去里面观察一下情况 一鸣还在等我们呢 嗯 幸好过来看一下 这里的格局和地图上有很大的差距 嗯 这不是唐家二小姐吗 怎么着 真跟这傻小子好上了 等等 今儿你们俩不把话说清楚了 就别想走了 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 我现在是特别行动队的副队长 你们俩今天要是不好好交代 我就把你们俩带到特高科问个明白 来 带走 你们俩来这儿干什么 那 他们俩鬼鬼失睡的 我怀疑他们俩有问题 我问你了吗 佳儿 你跟小夏来这儿干什么 坤哥 我带彩儿过来是 小夏 坤哥 你要干什么 看来传言是真的 你们俩可真的在一起了 是真的 他们俩拉着手进来的 可亲密了 坤哥 我看你是误会了 我没误会 你明知道彩儿是我未婚妻 你竟然还敢勾引她 坤哥 我不许你伤害她 不让我伤害她 就应该让她离你远一点 以后别让我看见她 滚 你 不是 我 我 不是 这 大嘴 我真的下不去手 是 我知道 您这是旧情难了 不过您 您别 您别拿枪推着我呀 问题今天这件事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放心 肯定不会让别人知道 我 我肯定不说 他们也不会说的 是不是 是 可你这个大嘴的称号 应该不是白给的吧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不是 我嘴再大 也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不是 你也不能因为这点事 就把我给毙了呀 现在不会 可以后要是让我知道 你跟别人说起这件事 我一定让你消失 这都看见什么事啊这叫 等等 怎么了 坤哥他怎么出手这么狠啊 把你打成这样 疼不疼啊 没事 他出手不狠 李大嘴怎么会相信 他这是在给我们打掩护 我知道他的意思 但他也不能这么打你啊 好了 被他打了这么一拳 我心里反而舒服很多 为什么 对我们的事情 坤哥虽然嘴上不说 可是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也算借这个机会 发现下心里的怨气吧 不说这些了 去找一敏 好好讨论一下行动的细节 走吧 好 大左阁下 唐爷的态度非常明确 他不会出任会长这个职务 我确实劝不了他 他还是不肯听你的 真是太可惜了 你先下去吧 我一直不明白 大左阁下为何对那个唐祖光 一再地忍让 我是要利用他在商界的威望和地位 把那些商人团聚在一起 为帝国的事业服务 屠怀之不也一样可以做到吗 有几个商人肯听他的命令 他这个会长 只是屠有虚名而已 只要我们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不怕那些商人不服从 武力威胁下的服从 都是表面的 没有一个领袖带领 他们只是一盘散沙 可是事实证明 大左阁下的怀柔政策 已经失败了 我认为 应该让那个唐祖光知道一下 违抗命令的后果 适当地给予一些压力是应该的 不过你应该掌握分寸 不要把它逼上绝路 我会的 看来原先的管道被封住了 我们只有从通风管道进去 这样正好避免了父辈受敌 反而对我们有力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一旦被敌人发现 如果只能从通风管道撤离 在兵法上 这叫死路 和我一起 即便如此 如果安排妥当的话 我和一敏 就不会被敌人发现 也就不存在什么死路啊 放心 我会一直和彩儿在一起 况且我们只是负责切断电路 不会有危险的 好吧 你们两个晚事行动 务必小心 你 你 丁书长 您到了 张队长 梅骨子科长有令 说您二位进去 让兄弟们在门口等候就可以了 怎么 今天晚上有你负责安保行动了 主要还是特高科的 我们只负责辅佐 你们留下吧 是 是 你去忙吧 好 这也太过分了 摆明了是不相信我们 不让咱们参与也好 这万一又出什么事了 跟咱们没关系 看到没有 那个老家伙啊 一心等着 迎候美骨子科长呢 这屠怀智是什么样的人 您心里有数就行 受伤心是什么 记得不需要 谱宠师 摆明了 订阅照片 你弟弟哥 你住在马洋台 请 请 没人理咱们 咱们自己进去吧 请 嘘 嘘 嘘 请 好 没骨子可查 您今天特意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唐祖光拒绝了景川的提议 坚决不肯担任商会的会长 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我倒还真希望唐祖光来当这个会长 因为我很担心 我完不成皇军交给我的任务 你有这份心意倒是好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知道 如果想让唐祖光屈服 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要说唐祖光最大的弱点 那就是他的家人和他的红木工坊了 他和他的儿子唐汉卿的那些作品 那就是他的命根子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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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如此 他最大的弱点是王 的人 不知道 还没有 他什么 他没有 我 我 你 要 吴小姐 看什么呢 刚才好像听见 有什么声音不太对劲 是你太多心了吧 从门口到宴会厅 五不一哨 十不一岗的 什么敌人能混进来 美骨子课长要求万无一失 我不得不多加提防 那要不 我再陪您把宴会厅周围 所有房间检查一遍 多谢提醒 不过我已经派人查过了 我信得过你 信不过你那些手下 好 那我就亲自再查一遍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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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长 请 图会长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看长 请坐 请 坐 这些呀 可是好东西 这是用来吃螃蟹的工具 俗称蟹八戒 这本来呀 吃螃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呢 有了这套工具 那就可以尽情地 享受螃蟹的美味了 你们中国人哪 就是喜欢把大量的精力 都放在这些吃的上面 怪不得愈发的贫弱 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既然谢巴基尔都已经上齐了 图会长 让人赶紧上旁去吧 对 上旁去 走 张队长 你怎么不参加宴会啊 这对我来说陪领导吃饭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一会儿宁饮结束之后 陪兄弟们吃夜宵去 好吧 我来 我去吧 去吧 你去吧 有我的 好 别 不要 我去吧 那你 那你 我说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 请请请 请 请 好 客长 你看啊 这样 这样 这就可以吃了 各位 我们都要为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出力 好好服务 我们不是不想出力 我就是个开车行的 你也使不上力啊 你们这一个个商人 不是不在就是推托 什么意思 中文字幕是否让你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颅分子 赛总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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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再有多年的话 九强他们来不及了 我掩护您 你 你 太阳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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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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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开枪 我是张坤 错过客的人负责屋内 其余的人在屋外搜查 是 走 北海枪 是我 小夏 小夏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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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趁敌人还没有来 赶紧大家走 敌人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 唯一的出路 就是那个通风管道 你们带着我 根本来不及撤退 不可能 我不可能把你扰在这里 赶紧跟我走 你们赶快走 要不然 我们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要走三个人一起走 我来掩护 彩儿 带她离开 好 小夏 你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一鸣 今天的军事 我是出不去了 如果你们带着我 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现在我数到三 你们再不走 我就开枪 你在干什么 不要 一鸣 不要 一 鸣鸣 二 你跟我们走啊 快走啊 快走啊 我求你们了 走 特意 爹 爹 一鸣 队长 队长 你没事吧 对方居然是从通风管道口进来的 如果不是吴小璐挡在我面前 恐怕现在死在这儿的人就是我 还好我们听到枪声 有了防备 通知所有人员 立刻封锁通风管道口 是 队长 队长在分裂的工作间 打死了一个刺客 走 快 快 快 站住 让开 快让开 走 医民 张坤 医民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你向他透露的消息 科长 今天晚上要不是张队长在外面负责指挥 我们蒙兽的损失肯定更大 针机处的人员被拦在门外 对 保卫工作是由特高克负责的 您不能把火撒在张队长身上 如果不是你们向他透露情报 医民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 恕我直言 特别行动队的成员身份复杂 良幼不齐 为了钱就能出卖情报的人 也不在少数 科长 此地不亦久留 您是不是 是 走 请 真是让你说对了 这今天晚上保卫工作 要是由我们负责的话 挑剑黄河也洗不清了 展坤 展坤 走 你们这是怎么了 小叔 小夏 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们去刺杀编夫子 一鸣牺牲了 一鸣牺牲了 是 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吗 你们怎么就是不听呢 我们只是想为朱先生报仇 结果没想到 马先生过来了 马先生过来了 让我通知你明天过去见他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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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你昨天遭到了刺杀 幸好平安无事 按说军统和地下党遭到了沉痛的打击 没有人能再组织这样严密的刺杀行动 我还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过 上海滩还存在第三方力量 那就是民间力量 您的意思是说是神秘刀客所为 神秘刀客确实存在 不过我说的第三方力量 不光是神秘刀客 是市井中的普通老百姓 拿起刀来都可以是神秘刀客 反抗力量看似被压制 但是却在暗中积蓄 那我们就应该给予更大的打击 让他们彻底失掉反抗的信念 秦华之初我们制定了一年占领中国的计划 不过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 战事却愈发地胶着了 那是因我们太过仁慈 比如像唐祖光之流 我们就应该用武力让他们屈服 这本密码本 是朱先生用生命保护下来的 我一定要替朱先生报仇 我要为死去的一敏报仇 我听说了你们的行动 你认为杀了美谷子 就能把仇报了吗 你们考虑过没有 如果你们因此而暴露了身份 会给组织上还有唐家 带来多大的损失 这个密码本 是朱正明同志 用生命换回来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通过这些情报 我们可以知道敌人的作战意图 从而上级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意见 他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彩儿 我们要做的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只有这样做 才是真正的复仇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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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彻底的 所以我们一起撤退 所以是我计划不过周相 还得一民牺牲了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报仇 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或许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就错了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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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彻底打败的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会相计官方议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和彻底打败东侵略者 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是彻底的 我去见过满先生了 他希望能跟你单独谈谈 他要和我谈什么 你去通他商行找他吧 我去找他吧 大哥 彩儿 你来了 对啊 我来的是想跟你说 我觉得阿爸说得挺对的 你还是早点离开上海比较好 我这手头的工作还没完呢 这怎么走啊 这剩下的工序 交给鲁师傅他们不是一样的吗 那怎么能一样 一物一人成 要不 我怎么对得起工匠们呢 你们都在这儿呢 来儿 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呢 阿爸 阿爸 我今天休息 正好 我有个事跟你商量商量 你呀 不用去医院里上班了 随着你嫂子和汉清他们去内地 我去哪儿都一样 我去哪儿都一样 阿爸 我倒是觉得 您应该跟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是啊 阿爸 俩人说得对 您应该跟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去内地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团团圆圆的 才最重要啊 我不能走 我得守着这个家 阿爸 阿爸 您就是舍不得这份祖传的家业 我当然舍不得了 而且我相信 日本人在这儿待不着 等到日本人走了 你们回到上海 得有个落脚之地呀 可是日本人 一直在找您的麻烦 您如果不走的话 别再出什么差错 放心 等你们离开以后 我就什么事都不管了 在家里 潜心地拜佛念经 我就不信日本人 会把我一个老头子怎么样 阿爸 您其实 怎么了 大嫂 水月 阿爸 我先扶大嫂回屋 好好给她检查一下 赶紧去看看 走 大嫂 怎么回事 阿妞 把汉庆给我找过来 知道了 老爷 你怎么还没走啊 彩儿 大哥 你再好好想一想吧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我得把这个做完呀 你就这么着急离开上海啊 最近租迹真的很不太平 早一天离开肯定是好的 那也不差这两天啊 你赶紧回去吧 大少爷 大少爷 少奶奶身体不舒服 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不舒服 嗯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走啊 阿爸 阿爸 水月怎么了 我也不清楚 现在在里边检查呢 那我去看看 你不要去了 去了也帮不上忙 等兰儿检查完再说 都是我的错 其实水月前段时间就不舒服 我们怕你担心 一直瞒就没说 怕我担心就不告诉我了 水月瞒着我 你也瞒着我 大哥 阿爸 水月 你没事吧 兰儿 水月怎么样了 这会知道担心大嫂了 我告诉你 你要当爸爸了 当爸爸了 快坐 坐 快坐 快坐 快坐回来了 不要用住啊 水月 水月 坐 坐下 都怪我 不够关心你 都快三个多月了 大哥 你也真是够粗心的 我的错 这下好了 咱们唐家终于有后了 对 咱们唐公馆 好久没有这么大的稀事了 咱们得好好清楚 对啊 爸 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小夏呢 他在外面办事情呢 大哥 今后您可要好好照顾大嫂 可不许让我的小侄子受委屈了 又在这满口胡说 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是男孩 阿爸天天在佛堂诵经念佛 就为了抱孙子 肯定是个男孩 对 不管是男孩是女孩 老爸我都高兴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世的浓堂 俘身幻想 泪流到春天 雪的伪装 如果不曾用心感受阳光 就不会遗憾 黑暗的凄凉 不得孩子 难免彷徨 命运在交响 命运在交响 给我一个傻子 几方闪掉 它不曾缠染 世间的肮脏 任年华老去 不许感伤 岁月在吟唱 你是阳光 刀印映出火光 斩断沉重 此与新的希望 夜空白独立像 那个盛世 与期盼的 阴阳 iese食用 夜空白独立像 第一城 夜空白独立神 夜空白独立像 夜空白独立 이런 夜空白独立非常